電視頻編集音樂 我們繼續講這個好了 這個是剛才講的兩種接收器 感狀細胞主要是接收光的亮度 椎狀細胞主要是接收物體的顏色跟形狀 更清楚的一些細緻的形狀 所以它在白天才能作用 或者是燈比較亮的地方才能作用 椎狀細胞因為它是只有能夠辨別燈的亮度 所以我們在傍晚看到的東西 大概只能看到一個大概 沒有辦法去很清楚的辨別它的顏色跟物體的形狀 細微的紋路 這是這兩種視覺接受器的差別 等一下 先不要談這個 我們再來回到這裡 有一個地方我要讓同學知道 就是這裡就是我剛才講的視覺神經素 這樣子過去 所以你們從這裡往裡面看 你看我綁馬尾的地方 因為我為了要聚集神經素 所以這個旁邊 就是這個綁的地方 它並沒有分佈感狀細胞跟椎體細胞 所有的地方 背面這邊都有 只有這個點沒有 那這個點我們叫做盲點 叫做盲點 等一下為什麼叫盲點 我要跟你講 可是這個點不是我們眼球的最中心的點 最中心的點在這個黃色的地方 最中心的點叫做中央窩 這兩個為什麼要跟同學做說明 因為中央窩是椎狀細胞密集 分佈最多的地方 90%的椎狀細胞都是分佈在中央窩 這麼一小點的裡面 它的作用是 因為我們要看清楚東西的顏色跟細微的紋路 當我們要判定一個東西的顏色跟細微的紋路 我一定要看著它 我才能判定對不對 如果這個東西是落在這裡 你們看我 如果這個東西是落在這裡 我知道這裡有東西 但是我沒有辦法判定 它的顏色或形狀或者是裡面有什麼 不太容易 我只大概知道有個東西在這裡 但是因為它這個物體的光線是投射在哪裡 我眼球的旁邊 主要是受到感狀細胞來反應 所以我沒有辦法判定它的顏色 可是當它走走走走 走到快接近正中央的時候 當我注視它的時候 我就可以明點知道說 這裡有一點是紅色的 這裡有什麼樣的按鈕 這個細緻的東西我都可以看得到 那是因為它走到中間 剛好它的位置 光線可以投射在中央的這個位置 所以我的很多追細胞可以對它做接收 一做接收我就可以去分析 它的顏色跟它的細微的紋路 所以我們為什麼 東西一定要在我的中央 我要去注視它的時候 我才能夠判定的出來 不然的話我大概只能判定的大概 最主要是因為追狀細胞跟感狀細胞的分布 追狀細胞是在我們眼球的正後方 兩側都是感狀細胞 兩側都是感狀細胞 這樣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再來看盲點 我們為了要來證明盲點的存在 來 我這裡有一個小片的紙條 好 你們每個人拿一張 因為我發現這本課本上面沒有這一個 那個盲點的存在 你看這一張紙 它有兩個 好 那個後面再往前傳好嗎 你們看這上面有一條線 中間有一個空白 有沒有 然後下面有一個黑點 好 你們先選擇一個來看就好了 不要兩個同時看 好 你們帶來可以一個手的距離 然後你眼睛要一直往 要看 要往前看 遮住一個眼睛好了 等一下 你這樣子往前移 然後再稍微左右移動一下 它會剛好有一個位置 它會剛好有一個位置 事實上你看不到那個點 然後也看不到那個空白 就是說你看到的是一條直線 連著的直線 有沒有 我大概在這個位置 大概在這個位置 我就沒有看到那個空白 有時候你要稍微左右移一下 有看到的舉手 有沒有人 你不要一直注視著那個白點 因為你注視著那個白點 它是一直在中央窩 我們的盲點不是在更中央 盲點是剛好在中央的旁邊一點點 所以你要 你眼睛要一直往前 你只要移動這個白色的紙 它一定有一個位置 讓你看不到那個白 就是那個間斷點 所以你會看到的是 一條黑色的直線 就是一趴在一定的距離 當你沒看到那個洞的時候 當你沒看到那個黑色點的時候 代表剛好那個位置的刺激 投射在你的盲點的位置上 那因為那裡沒有感覺 那個視覺接受器 所以那一點的刺激 根本沒有傳到你的大腦 所以你就沒看到 好 這個叫視而不見 問題是出現在那個盲點 這樣 好 那這裡要跟同學 做介紹說明的就是 感覺適應這樣的一個現象 在視覺裡面 我們最常有的經驗就是暗示力 就是當我們一進到 從亮到暗的空間的時候 我們需要一點點時間 來去降低我們視覺接受器的絕對率 我才能夠去偵測到 那個空間裡面的 就是 的東西 不過 偵測到大概也是一個大概的形狀 因為到很暗的地方去 我們的堆體細胞根本無法 有大作用 這樣子 好 然後 為什麼這裡會彈色 我們看說 對顏色產生反應的是 什麼樣子的視覺接受器 什麼 追體細胞 追葬細胞 那在研究發現 早期的研究 因為還沒有了解那麼多 以為追葬細胞都一樣 那事實上後來發現不是 後來就是說 現在可以確認出來的 追葬細胞 基本上有三類 追葬細胞有三類 那這三類的追葬細胞 怎麼來去分辨呢 就是有一類的追葬細胞 是對黃藍顏色做反應 另外一類是對紅綠 然後另外一類呢 就是對黑白 對 就是灰階 黑白 那這三類的追葬細胞 如果你缺少了某一種 如果你缺少了紅綠的追葬細胞 假設你生下來 就缺少紅綠的追葬細胞 後來它也沒有發展出來 那這個時候 你的世界大概就會是 像這樣的世界 就是部分色盲 那個叫部分色盲 但是如果你生下來 是只有感狀細胞 沒有追葬細胞 那你的世界就是這種世界 對 因為只有感狀細胞 然後再對光線做反應 這是大概目前知道的 就是我們追葬細胞三類 這樣 好 你們看這個圖 專心的看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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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注意這個點 眼睛不能動 不能動 你不要動 看一分鐘 看一分鐘 看完之後 頭往上抬看天花板 有 好 要看一分鐘 可以眨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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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專心的看一分鐘 然後往上抬 那不要閉眼睛 可以閉但不要閉太久 不好意思 這我們反正回來 這個在故事30秒到1分鐘才有效果 不是 可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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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成功的看到 真正的美國國旗嗎 有 有 那意思就是什麼 白色的變什麼 不是 黑色的變 白色 白色 綠色的變 紅色 黃色的變 白色 這些星星變 白色 好 黃色 綠色 黃色 不同 绸妳 黃色 紅色 紅色 好 五 街 黃色